好 除了總經數據 我們要留意之外 科技的新品 我們還是要持續的追蹤 因為今年 大家對消費型電子的看法 有點分歧 有點雜音 但是Google推出了AI手機 倒是讓漢偉哥 眼睛為之一亮 覺得今年在手機市場 真的很精彩 好 漢偉哥 昨天晚上 PPI 是低於市場預期的 其實我看了膽戰心驚 但後來決定放煙火 那今晚的CPI 到底要高還是低呢 傷腦筋 不過你有看到 這個Android系統裡面的Google 對不對 它是AI的功能 你覺得非常的棒 棒到你可能會投入它的懷抱 對 我覺得可能一些換階的帶動 但PPI昨天其實在盤前公佈之後 美股是開高走高 所以今天我覺得CPI一樣可以看一下 數字是好 美股能不能繼續開高走高 但美股現在也是在到月線附近了 所以可能要特別去觀察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 昨天放煙火的數據 當然就是PPI 從上個月的年增2.7% 下降到2.2% 這降幅非常的大 對 所以代表說整個美國的生產者物價明顯在往下掉當中 當中所謂的核心PPI年增2.4%低於預期的2.6% 還有前指的3% 所以目前市場是預期說9月份一定會降息 那降息也有可能會升到兩碼 好 等於現在又反映出降息力多了 對 那我覺得其實為什麼昨天反映那麼大 就是主要是因為上個禮拜美股也是精攻之鳥 Vis指數衝到四級 那最近回到這個起跌之前了 所以我覺得美股最近是這種認錯回補的一個買盤回流 所以看到最近看到美股的相關的一些科技股啊 一些對沖基金啊一些所謂的養老基金大舉進場去抄底 所以整體上來看也代表說 現在又轉為所謂的壞消息又是好消息的時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所謂的聯準會的降息預期 這非話學的部分 9月份預期降兩碼的機率是54.5% 所以看起來降一碼是一定的 有可能加碼到降兩碼 那接下來11月份跟所謂的12月份各降一碼 所以有可能今年就會降息到四碼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會讓整個市場的資金看起來比較熱絡一些 所以你看到昨天的美元指數往下跌 美債率往下走 所以今天台幣出現轉身的一個格局 外資就正在買方 那我覺得今天可能要去關注一下CPI 所謂的CPI的月率跟這個核心CPI 以預期來看的話 像CPI可能這個跟前期相比 大概是加0.2個百分點 那核心CPI也是這樣加0.2個百分點 代表說可能大家原本的預期數會比上個月大概小幅度的成長 那公布出來只要不如預期的話 我覺得待會就可以看一下八點半公布 會不會整個美股一些變化 但我更看重是什麼 我看重的是8月15號的數據 因為上個禮拜的初領失業基金的人數是比預期來的少 那那個人數居然這個對美股的激勵作用比費用數據來的更高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少見的現象 代表美股上個禮拜是看起來就是好像大家錯殺了 所以資金買盤重新回流 那我覺得明天的數據部分 零售銷售是非常重要看美國民間的消費 如果這數字也是出現往下滑的話 搭配失業就基金人數往上走 那可能又重新大家會擔心美國經濟會不會有衰退的疑慮 所以禮拜四的數據反而是更加的重要 會看到美國相關的經濟的韌性 到底會不會真的是大家所擔心的衰退 還是軟着陸我覺得都影響到 可能禮拜四的行情跟波動會比禮拜三來更大 那這個我覺得在數據部分 當然大家待會就可以看一下整個美股的表現 昨天是起始是這個開高走高 那美股就一路漲到最後 那我覺得今天因為畢竟美股已經漲多了 所以我覺得CPI就算是低於預期 那要看美股的一個續航力道 會不會昨天漲的今天隔衝把它充掉 我覺得可能要特別的觀察 因為至少美國那邊已經有反應了 不會有經濟衰退 只是成長到哪裡的問題 我想這可能把大家對衰退這兩個字一律拔起來 對但我覺得其實昨天美國的聯準會官員出來講 他說雖然看到通膨降溫 但他還需要更多的數據來確認 所以我覺得現在可能是 美股非常重視數據的時間點 因為財報公布完畢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通膨 看相關的就業 看相關的一些消費的動能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聯準會到底降四碼 會不會轉為降三碼 還是加碼變成降五碼降六碼 影響到整個行情的變化 那我們來講到產業的消息 其實昨天這個Google在凌晨一點 發表了這個全新的AI助手在手機端的 他這個Gemini很厲害喔 他可以用所有Google App的資訊 那融入到日曆提醒啊 YouTube跟Music等等擴產程式 他的場景是怎麼樣 就是說他可以透過 比方說我們可能 最近也許十年二十年沒有見到的同學 要辦個同學會 你直接跟Gemini講說 可以幫我策劃一下 我們叫80年代 80年代好像太久了 我們90年代的懷舊風 對 他就幫你舉辦說 那我們可能穿什麼樣的服裝啊 準備什麼樣的衣服啊 吃什麼樣的食物 完全都幫你安排好 所以我覺得非常聰明 那再來我們他還有什麼功能 他可以去讀取你的螢幕 隨時去回答問題 可以跟多種手機去App交互 我昨天看他的這個發表會裡面 有一個場景 他是把類似泰勒斯的演唱會 可能在10月份 對 他把那個照片照出來之後 直接跟他講說 那你可以幫我安排一下 我10月份的相關的Google日曆面 有沒有空檔 有空檔你幫我訂那一天的票 直接用講的方式 他可以跨過多種不同的App 來幫你完成一件工作 不像我們以前可能就 照片照下來之後 我要再開日曆再看一下 那去看看行事 那邊可不可以做個訂票的動作 還要開訂票的網站 一鍵幫你完成 所以非常聰明 那再來就是說他還可以幹嘛 他可以在使用YouTube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 你正在觀看內容問題 他的場景是什麼 就比方說我們現在去韓國 你看韓國一些介紹韓國美食 可以去哪邊逛街 他直接跟他講說 你可以幫我把所有的餐廳 跟去的地點 標註在我的Google地圖上面去 你不用再做功課了 他直接幫你安排好 所以我覺得看到這個之後 我就覺得 那看起來 他可以幫我解決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也有類似這種 對話錄音的功能 比方說我們可能平常在對話 那某一天可能 某個像薇良跟我抱了一支名牌 我突然間沒有記住他的股號 當他直接幫你錄音之後 他可以給我調出來那個 他當時跟我講的是哪一檔股票 目標價在哪裡 那這個就可以幫你記錄出來 你可以隨時去問他 把它抽取出來 讓你有更好的這種 對這種記憶性的一個問題 好我相信大家看 那理財單就應該可以得到驗證是沒有問題的 一邊看一邊對 到底稍微對 漢偉講的有沒有驗證 對那影片直接幫你做成一個表格嗎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去驗證 上次漢偉哥講了什麼股票 結果後面疊得跟什麼一樣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有好有壞啦 好 所以我們會附上你的賴 讓他們自己去點錯了 好 所以我們看了軟體之後 但硬體就會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硬體就是大概就中規中矩 中規中矩啊 對 但是因為剛剛提到有很多的AI功能 它帶動的是硬體的需求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外觀其實跟上一代差不多啦 那Google Pixel 系列在日本賣得很好 那都是幾乎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是一個 不可小看的安卓手機的一個發表 那當中我們大家可以看到相關晶片 這個晶片是三星做的 所以跟台階沒有關係 那再來可以看到 因為要用到AI 所以相關的手機的暫存記憶體 都大幅的提升 所以對記憶體族群來講 我覺得會有一些規格的帶動 那再來可以看到相關的存儲的部分 就內存的部分也開始進行擴大 因為你相關要處理一些暫存的影片 要幫你合成照片 要幫你做一些所謂的 即時的邊緣運算 都需要很大的記憶體的一個規格 那當中可以看到支援Google的AI 那價格的部分我覺得都還算親民 79999到1099 那最貴的就是這個折疊式的手機 那翻起來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大概是從6.3吋擴大到8吋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發現到 很多的新廠新的手機 都還發一些水相關的摺疊的一個功能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像華為 這大概是最近摺疊機市場裡面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終於要有一個三折的手機來了 三折 對 不是打三折 我們要弄那麼多東西要看什麼 對 我覺得它就是 原本我們手機就是小小的嘛 你摺完之後可以變成跟平板一樣大 所以在一些看影片的體驗上會更好 三折手機長這個樣子 對 長這樣子 立志型摺起來就跟平板一樣大 那市場說9月可能會發表 那價格也非常的貴 那我覺得這個也會帶動到 就是說可能真的三折手機 它帶動一個風潮以後 相關的軸承原本一個變兩個 就會帶動商機的來臨 它9萬塊就等於三支3萬塊的手機拼在一起 對 所以我們 土把鏈剛就買三支擺在一起 對啊 為什麼 但比較厚一點 對 我個人會覺得說我可能如果要到三折 我就買一個手機加平板 是不是 可能體驗更好一些 9萬 但不一樣嘛 你看這個余承東他拿在這個飛機上面看 大家就注目看到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手機 拿個平板就好了 對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裡面 我們就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過去大概6月份 蘋果發表會之後 大家看的是蘋果的AI 但你要知道 蘋果 果粉 它在全球的手機市在裡面 16%以下嘛 所以代表說你更應該關注的是 安卓粉 安卓派他們的需求 所以如果說剛看到了Google的AI 真的有重到大家民眾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會帶動一些換機槽 本來你可能在觀望可能等明年的 那Google AI感覺非常好用 那也許就會讓你有一些加速換機的需求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三星 小米 Vivo Oppo等等 對台廠的 所謂的 飛瓶陣營來講 我覺得都是未來商機的所在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一下 相關的 跟這些剛提到 Google AI有關的一些功能 我們幫大家整理出來 有類似聯發科 但非常重要嘛 天璣九線晶片 一定不會用在蘋果手機上面 所以Google AI好 它就會好 那再來就 育態 我們剛剛聽到了 很多是透過對話去指示AI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語音辨識的功能不太好 像我們有一些口音的 有一些台灣國語的 常常它會誤判你的一個需求 那就比較尷尬一些 所以我覺得高頻值的微信麥克風 應該是未來可能一個比較明顯的成長 那像文貌也是一樣 飛瓶有它 然後蘋果也有它 那文貌法說也提到 它看到第三季飛瓶的手機是在下滑 所以讓股價跌了一大段下來 但現在如果Google AI出來 帶動這個手機有出現拉貨草的話 也許股價會還它公道 我覺得可以留意 那Wi-Fi 當然這個銳益的部分是當中代表 其實營收非常好 歸正股價我覺得相對比較抗跌 那另外也看到像大力光 利基 群聯等等 剛剛提到很多手機的存儲需求 那群聯股價我覺得非常委屈 所以這邊我覺得可以特別去看一下群聯 可能未來我覺得有一些補償的空間 那再來就是富士達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相關的個股 一個聯發哥 對發哥 但我覺得它股價現行還不錯 逐步往上墊高 量能逐步萎縮 所以它不會是一個非常強勢往上漲 它現在也被月線壓住了 對 但是我覺得 以它目前在第四季真的Google 在推出來之後 也許一些飛瓶陣營的一些換機 特別是在中國手機 可能拉貨需求更強 那我對它來講 我覺得其實是有一些 往上產業面調升的空間 所以月線能夠站上搭配法人買盤 更積極一點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 站穩於月線在往這個基建做個挑戰 但關鍵重點在來說 大盤不能夠再回來打第二次腳 它還是要回到大盤的一個多方格局 畢竟是亮素的格局 所以就稍微去觀察一下 它如果能夠轉強上去的話 下一檔聯發科集團的遇態 好 同集團 對不對 它還跌很深 對 它還蠻慘的 447跌到273 對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在這個三四月份 它是創意值新高 然後跌下來跌到這邊 已經快要大概跌四成左右了 那其實營收都沒有衰退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大家所擔心的 這個手機開始出現這種降溫的情況 影響到它的一個需求 那它AI PC 或手機 我覺得都是受惠的廠商 對於接下來的語音辨識來講 我覺得玉台是可以特別留意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股價 我覺得這邊你不用追 但是其實大股站在買方 所以我覺得股價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買 要做一個動能派的話 站到月線再買 那如果說你是這個價值派的話 你這邊去買它 跌破前滴去做一個停損 我覺得其實相對風險是有限的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在所謂的富士達 那剛提到了 就是華為要三折 然後這個Google手機 它也推出一個全新的折疊手機 我覺得那折疊手機 看起來蠻漂亮的 那應該會帶動一定的需求 那最近台灣的小米也推了折疊手機 還有華為在八月初的新品發表會 推了一個比較低價版的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說最近整個新機 除了AI功能以外 有折疊手機功能更好 所以對富士達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到股價 一樣從高檔回跌下來 但這一波我覺得跟很多的電子股比較起來 它相對沒有跌得那麼重 你會說800多跌到600多很重 但其實我們剛剛有那種跌三層 跌四層的 相對我覺得比較抗跌 這邊它比較好的地方是 它逐出一個類似底部的形態出來 那現在是站到所有經驗之上 而且最近的一個投信跟外資同步站在買方 那最近股價為什麼相對比較強 就是傳出來它也切不到水冷的市場 對相關的那個水冷接頭 水冷接頭 對現在缺貨的水冷接頭 富士達有出貨 所以我覺得就是好像 除了折疊機的動能以外 它有一些新題材的帶動 那折疊機我覺得還是富士達的本業 因為折疊機當中 它應該是目前廠商專利的一個 門檻最高的一家公司 所以不管是華為訂單 飛瓶陣營 當然蘋果沒有啦 我覺得都是代表它未來 只要折疊機的市場還是好 我覺得股價應該還是有還它公道 慢慢補漲的空間 好 等於雖然消費性電子有點雜音啦 但是看來手機的復甦 飛瓶或蘋果 現在看起來大家反而是最有信心的一塊 對 尤其是AI的功能出來之後 我覺得應該會有人用過之後 覺得很好用 那也許就會有一些換機的需求 好 這邊非常謝謝TTA獵人 浩瑋哥